他只是单纯的想选一个法师 法师射手配上一个中路AD伤害的中单 对 但是他没有考虑过他这个艾琳到底跑了 他只考虑了对线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的是他那个辅助还没出 这把辅助一开始想选冬皇 但是现在换成了张飞 对 他是红色方艾琳打蓝色方的马可 但在对线上艾琳加大乔对线能力并不强 对 他并不能造成任何击伤 没错 所以说马可不合的发育是畅通无阻的 来吧 XYG 这就是我兄弟们 就要看这个袁哥能不能开节奏了 TDG的节奏点 袁哥 这把袁哥想开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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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这首张飞选出来 没有选冬皇的原因 每一次 OB个比赛 就我声音大一点 解奏的声音大一点 好来搞去 那你的袁哥的转现 就会被第一时间洞察 对 然后其次 他还可以帮助 好水好水 好水 一到了这里 好水 嗯 他的魁脸能让你 你事业一直暴露出来 而且还会被我消耗 对 就是张飞的话 更多的是可以盯住袁哥 因为你袁哥盯住我 也没什么关系 就是远古时期 张飞带成绩 谢谢你 感谢美环比美男子 谢谢酷男扛者 哎 说的这边好像是要带闪电 带了一个晕眩 对 打得很凶啊 晕眩 直接是想线上 操作起来了 因为爱玲 她是带着闪现 带电 爱玲她并没有 在这种情况之下 她作为一个位移 无法穿墙的英雄 那个小位移 如果是在地形战里面的话 她没有闪现 还是蛮难活的 屏幕闪得快 不知道这个蓝色是什么 每次有的时候 就有这个蓝色的东西 有漠视的情况之下 在赚出一些血量优势的时候 她是有能力 用晕眩 直接单杀掉这个爱玲 是的 因为爱玲 我们之前看到她戴的都是狂暴 全屏没有那个蓝色阴影 那我不敢全屏 我全屏不好拉 看这种 对 全屏没有看到弹幕了 对 但这把她确实是需要带一个闪 很亮 因为有个连波还有个张飞 没有闪现了 豆子她搞了个变 想击杀 想凶一点 今天我们看到了千诚 选出了爱玲 包括九尾 这首原歌的出现 作为法刺属性的中途选手 九尾和千诚 今天两位都给我们拿了一个偏刺客的英雄 爱玲的话也是一个差不多属性的 哎 回想半年前这里还是个B 对阵到XYG的这套 包括秀斗的晕眩马克波罗 到底谁能够在这场比赛拿下手机 本场比赛是广路TDG的主场破浪成风 月上巅峰 让我们一起期待双方BOW的第一局对抗 我是瓶子 我是囊队自动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处 啊 好处好处好处 好处 我说是在前期对线 是的 因为马可波罗老实说在前期对线谁都不好 哇 市场就一上来就先耗了 对 马可波罗 不只的话也只能在前四季站到优势了 嗯 他这波换线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老夫子他也可以把线清掉嘛 大乔直接帮中抢线 但沈盟西也不怕 林梦把中线也拿到手了 对 SYG这边的话 猫这个英雄队前期还是比较强势的 大多数都会是猫的牵拳 然后去选择帮编冬拿河蟹 对 这波他没说是用心 因为酷鞋已经拿到了献拳了 对 他在这边卡圆哥 不想让圆哥出来 但是也 嗯 下路的河道之灵 确实不好抢一一技能 哦 闪到了 哎呦 救兜啊 见风不怕 厉害啊 嗯 把子弹送到了河道之灵的脸上 这就有点难说的 其实下路河蟹对于射手来说是蛮重要的 啊怎么说 你看啊我爱你我先权 对 而我拿两个河蟹我提前升四级 嗯 我的 我的辅助也能提前升四级 是的 那你肯定会被我一直压制了 有等级优势 对 这个子弹送得过去 比马可抢的话就是一人一个 嗯 至少在经济上他是 相等的 第二个我们再看看 对啊 第一个都已经出现了剑锋插针的情况 对 第二个说不定希柯给你上去一个一技能 给你抢了也有可能 看两边应该都是在慢慢等四级 第一波节奏 如果说线上应该是开不起来的 准备过去了 上路 互产抢线 互产抢什么 第一调 踩不踩这脚 还是不想踩那个 这个就没有嚼 踩上去意义不大 还是比如被反打 到 bels is第一波回城了 para 线上对线的话肯定是 还是跃敷比较秦什大 大部分人 水龙差不多的话都不好打 他们率先是打了暴军 我们这边做的应对是 台下抢过去了 下去了不决 那这一波下去的时候已经拿完了 太快了 主约 主约来重新刷一轮 这是第一波还是他们先拿了一头暴军 局势前期还是比较强势的 纳盒陆路强是要等他装备滚起来 他得有暗影战斧 暗影战斧 那一波可以直接上 直接上了这一波电凉 电凉凉了 打了一个闪出来 他后面有机会绑到 然后副鞋这一波 直接开大招再拉扯 接了个121 好像还是能走的 过来了 已经能踩过去了 快点 顶住啊 不行 这一波很细节 他大招是后 先往左边拉了一下 规避的一段伤害 然后在落地的时候 接个121 全程霸几 简杂 让对面秒不了他 反手9月是拿到人头了 反手9月是拿到人头了 没白夸你了 没控宝 你看 这是在整个秋季赛 他的战边胜率 百分之二点四 看看 121 嗯 这拉开 然后被绑到了吧 好像 点了一手 打完了之后 然后再绑 打开 打刀 12 是吧 最主要是 应该是躲了那个二技能伤害吧 那个巨盒 那个巨盒没躲掉的话 估计死了 大招左扭右扭扭掉了 要不然真的不好说 这边那个路路说的一个人头 也是输不起啊 嗯 因为他这个小 这还是 压得有点伤 好吧 艾琳这个压线 配合 配合这个大桥 太能压了 哪可前面 没办 现在9月要发域 要刷钱 现在是准备换线了嘛 应该是把痘子往上面拉 他想拿红 因为他受不了那个压力了 对 他来中路 清完线上去 应该是要拿红 或者说直接去压老婆子 他这一波 现吃完 上路拿个红 就漠视出来了 对 他这边也那一波 这一波四个人往上面在运 好像是有一些机会 大招直接吼了 开了二技能 这一波 今后把二技能踩出来 可以了 绑了个大招 大招转进去 哎 捅了一刀 都没事 往后拉 人都走了 可以 那这一波赶紧撤了 可以走了 加油 再拼一口 哇 兄弟们 我要抱着看大 每次看到这个塔子 这个血 哎 蹲了一手 哎呦 是差点把这个傀儡给秒掉了 那这样的话 没事 没事 还是把线往全印 好 不许走 被捅了一刀 无所谓 倒是赶紧去拿红 把这红拿到对线就好 对了 我下车线也不想去了 来中路的抢博线就上去了 来中路的抢博线就上去了 这波马可波罗有红了 有红 有默示 有默示 低波强自吸要到了 如果能开节奏的话 如果能开节奏的话 那 哎呦 没缘掉 后面装备破军杯上了 估计就有戏了 因为袁哥 他不可能 袁哥是不可能去做防御装的 后面 那个露露经济起来了 要配合 灵梦一个二一技能 因为 那个傀儡也是吃困住的 反而空荡的时候 把傀儡给秒了 就好打 这一波是傀儡是秒了吗 对对对 两边 互换了一个防御塔 这边 对面的老父子是 背出了冰心 突然有一点点伤害 突然没有一点伤害 就完全看对面 让他来 冷静 对 要等九月经济刷一下 那给露露吃经济的打野 大肉 我爱你最烦大肉了呀 还有一个 这一波 能不能秒 踩在这边 哎呀可以 这个 哭鞋 这个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高击飞是让他直接做不了 做不了二技能回去 那这边露鑫也缺踩到了 踩到了 可以把这个红野拿到了 暴君也刷了 刚好可以拿个八局 哇 酷男 你有你有你有 我酷男 这一波时间点卡得很好啊 下次问问他 是不是有练过 是吧 这个鸡飞 举得很高 哎这波斗子好像被单绑了 准备 还手还踩 可以 无缺秒秒了 丢个开脑 换一波 换一波节奏 应该也还好 把尖子哥给放倒了 但是上面青青也是带着橘子 去把马海鞋 哎这一波 轮倒了财 一型的挂上去 哎这要闪现了 大家赶紧往回拔 反手把对一型的给出发 你帮我进去哪 哎 别跑 小心 抓个鸟 好好好 哎呦 这差一点啊 极限极限 非常极限 这一波爱妮她出的 还好梦也来了呀 不然这就差一点点 所以说稍微脆了一点 对 爱妮那个英雄吧 其实挺尴尬的 说实话 怎么说 他不太适合比赛 但他在某些时候 冷静 撑住我 哈哈哈 对对 因为他这个英雄 没有三件套 嗯 玩不了 对 没什么伤害 没有狂暴 伤害不够 对也难玩 没有闪现 现在我们局面上是5比1 经济领先2000 最近我还特别喜欢玩这英雄 你这么一说 我玩李元芳行吗 可以 李元芳很厉害 这个英雄 这一波是 这一波是被土了一刀 刚好是土了个大伞 修斗把上路的线断掉之后 都倒了 也还行 藏了一波草 给个一二 那这样的话 主宰我们才能拿 也许支援我们控的比较多一点 好 直接想秒傀儡 对对对 见到傀儡就直接秒 这傀儡很难战事业 嗯 看到就是一顿暴打 对 给大招压血剑 OK 大招规避 第二点障害 现在点塔 他先 远哥 放了个蝙脸出来 没办法 还去守不住 OK 众木塔是拿掉了 好事 对 修斗和林梦在旁边 点塔很快 对 这边上头想蹲一波 已经想起节奏了 但是爱妮跑得太慢了 被看到了 对 好 这里豆子 要注意了 对 现在察觉到了 OK 哈哈 这边拿的吧 没事 给压了一手 九月 九月还在等 但是别人将铲线了 快撤 九月这一波 大招把人摇过来了 诶可以 豆子是直接 应该是大招 转掉了 但是来得弹出来 又把豆子给人打了 豆子打了这一波 九月残全 他找机会 给了一些技能 等到二技能交了 完了这一波 好像踩到了二技能 哇 小撤小撤 不好打过来 别反掉了九月 吃的炸到了九尾 这波在上路虽然说带走了冰城 哎呦 这波小K啊 小K 没错 他有 有队友在 这个大招把人一摇过来太快了 最后就是把辅助给弄掉了 估计还差一口气 应该还能带走一个 不过那个应该是二技能踩回去了 应该不会看了 看这波 转死了一个 人来了 直接全部到了 哎呦 天呐 他确实是 能打 但是大桥呢 老角月一直在蹲 踩的时候 踩的时候 那个踩的时候 老夫子是二技能顶起来了 所以他还灌不死 很可惜啊 一套爆发全部打完了 稳住稳住 9月的技能 是打到了 轻轻刚好开了个二技能 全部规避掉 好 现在是十分钟的主载到了 我们是帅先直接动这个龙了 同样的TDG 在打暴君 对 我们应该是换 一个拿拿打架龙 一个拿拿推进龙 张飞的视野就开得深了 都跑到人家二塔高地那边 左右晃晃了 知道他们所有人都在暴君 上面是准备压一下 卡一手 卡一手 你们再稍微卡一下 这边一二千人拉开 强行点上路塔 上路塔 可能应该可以拿掉吧 OK 问题不大 这边的话 老父子闪下还没好 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他们来 经济是被拉近了 成绩被拉近了 是 上一波小规模团战 是让TDG 还是找到一些反打的节奏 选东皇的话 那可能就要被援个性了 我们是往哪里放 龙还没放吗 放了吗 这边 放了 绑到的是裤鞋 裤鞋把大家都吃了 所以一波怎么多 完全敲不动啊 是的 打了半天 占一只快打满了 裤鞋掉了四分之一 放到的下路 两边怎么打 在篮区 又交互了 九尾 只能把这个篮放掉 篮给缓掉了 嗯 哎 刚刚那条大龙放了吗 放下路 大龙 放放放下路 你也没注意吧 我一开始也没注意 后来我注意了一下 哇 这 这还是带着死呀 哇 这个坦度 哎呀 小亏了呀 这样是拿了暴君 拿了暴君 杀还是够的 那这两边 我们经济还是稍微领先 对 下路在运线 把人卡在中路 一个漏了 小心小心 这一波 对面的老夫子是有闪现的 九月是被看到进野区的 这个红翔反 踩一脚按惩战士 有机会 契和先进去了 看了一波视野 红拉了出来 下路坦已经拿到了 就决定撤了 不准备再打 对 槽里面小心槽里面 完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槽是亮不出那个 马可被动的 但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XYG是一直抱着秀兜仔去做推进嘛 是 但TTG这边的话 因为有大桥在 所以他可以让九尾做自由人 九尾一直在开视野 然后在 确确的过程当中 只要有架打 现在又要开始斗智斗勇了 每次打大桥的时候 就感觉头皮有点发麻 他把视野开好就行 好吧 这边的话 TTG也是在 轻轻有闪的情况下 一直带着人去 找人打架 那 不管看到谁 他应该都会捆 轻轻现在肉啊 轻轻马上第三个大剑要出来了 先是极寒风暴 现在是老夫子 可能一套打不死 这幅中线应该有摩擦吧 要上吗 轻轻手里有闪现 好 这边抢完了直接走了 你不都自己 那就不出来给你打 对 李梦是补出了大线的支出 双前排确实是捆谁都不好打 他如果是捆的是个张飞 可能是个 这个红他没有想法 直接吸盒踩了 你就被绑了 再捏一手技能 他都什么时候要吼 吼了 但对面二技能已经把人给拉走了 那这一波 这波红buff还是没拿到呀 轻轻的老夫子玩的还是不错的 他在闪现的话 他会选择捆C 如果说不交闪现 能捆到前排 他也要 这波就有点难接了 因为吸盒要快速的去打能量 这个野怪是让给吸盒去打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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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输了一小局 好 现在吸盒要疯疯 疯狂A野怪 闪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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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约啊 只是互相波插一下 开始是爆发不了的 对 这把终究会是 风暴龙绝胜副部的团啊 差不多 因为双方的机会都比较爽 嗯 酷鞋是直接下去 让龙打他两下 把这个怒气池给保住 怒气池红了 决定直接开了 怒气池把怒 进去 决定要一旦对面把带终究打了 这一波就捆到了 没看到啊 捆到一路 一路是在倒了 这一波正面 能打完了结果又传回出来 哎呀 这个大桥是怎么能搞啊 哎呦 这红buff还是拿不到 完了 这个二技能放下来 这个塔肯定要不了 哇 放了二技能直接强拆了 现在应该也有四件套了 就可以蒙起来了 回看一下这一波 这一波轻轻的捆 是怎么捆到灵梦的 现在这里敲两下 然后吃完了双大之后 闪现上去一个大 先散再大 对 它并不是大闪 我特别想把艾琳给秒掉 但是真的秒不掉啊 这个艾琳出了一身肉装 还真的不好打 奈何路好像就算六神装了 也一脚 后面一脚 好像也踩不死这个 踩不死这个对面的射手 主要每次接团的时候 对面抱筋打完了 这一波大招已经捆出来了 但是这一手二技能已经放好了 不好打 哇 这现在打得有点胶着 兄弟们 刚刚在这个位置捆到西河 西河心想还是把大胶了吧 但是没想到TDG退了 对 西河现在状态好就不交代 这边九月早上机会 哎 你们换 两个胜 两个胜胜是换掉了 但这一手大招一吼 那么齐 给了一场一声大招 加电 他们会越 会越起来还是死了 可以到此他们收 往里面看 别急别急别急 这样的话是九月一换二 打野位置的对拼 最后九月跟布然打了个平手 但是千层的位置是脱节的 但这边的话有多个人 可以选择开大龙主宰 嗯 两边都没有 对 两边都没有打野 这条龙有了 立即打野阵亡 没法抢龙 南河大龙死坏的 嗯 来回看一下这一波 哦 二十年进来刚好空间了 直接背身一技能 好吧 背身一技能秒挂 秒挂一技能 确实都很高啊 是的 一万两千块钱的打野 对一万两千块钱的打野 然后紧接着千层这个点 他刚刚想过去秒了个猫咪 但是赖和伤害不够 对 所以说自己脱节了 我又好紧张 我一开始觉得他们优势挺大的 应该会比较好处理的 这打得有来有 还是搞得人 因为什么东西嘛 他这一次装備是没有任何魔抗的 哦 出大叔的话 应该就没有出十字语言了 他肯定就不漏了 秒不要 输的是输输装 没错 没有选择出那种 刚才主宰也没打掉了 这不加速了 想直接开一波吗 大二线的放好了 人走了 多伤害 哎 你这个一球享受的话 就比较 哎 这里看到是那个对面的打野在下路了 直接 直接强行快速打掉这个龙 主宰 可以下路赶紧回旧 回号 要回去守高地 因为刚刚举置带那包线 嗯 他并没有选择放暗影先锋来清这波线 嗯 哎 马可这边也是补了个无尽 想 让爆发高一点 对 不让别人进圈 他有无尽一做一 打到一半之后直接转大招 交个晕眩能秒 员哥的话这个出装在颠覆赛里面的话也是可以表人的 对 颠覆赛还搞了个不祥能闹 对 中施出来之后 难怪他是可以了 这硬 哎 这一波是绑上了西河 西河在挨打 这边要过来换位置 不急 没有把道德给逼出来 西河忍住了 对 打不动 对 这个张飞和连坡的作用就是这样 哇 如果你绑连坡 连坡霸底 你不一定能够确保百分之百绑中 但如果你绑张飞 又去补了一手怒气 是吧 去把怪A了一下 再去补了一手怒气 是吧 他要不停地保重自己的战硬值是满的 你这样才有百分之百的减伤 大家自己玩连坡的时候也要注意 是吧 一个满路的连坡减伤很厉害的 上面有两条主要先锋 这样的话 TTG好像不想管明线要来强打 这条龙就是 来一场扫进去 直接怎么说 给了二技能 你梦丢了个大招 哎 这关没绑到 反手第二卡 反应很快 能不能再拆一拳子弹 后来说 能不能不上去 再给个大招 残血的 但是好像留不住啊 可以可以 直接把塔往前压 也不错 下路还有 上路还有两条龙 有想法吗 没有 那应该到这里为止 还行还行 最后一把没有绑到 斗主反应很快 是反手 大招加电 打了一波伤害 但是没办法 这个老父子开了 你顶着伤害太多了 不能给他军灵这个buff 对 就不让你拿暴君 我就放点高低血量 就不让你拿 对 啊 啊 你把这个暴君给到他 他带军灵buff 爆不起来就更伤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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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再开视野 这边 南河也是不怕老不止 哎 老不止 捆到了 张飞 哈哈 今天 熙和跟清清两个人杠上了 是的 清清说行 熙和站我脸上是吧 就捆你了 好像在20分钟起码捆了有 9次 7 8次吧 嗯 5次7 8次 对 反正就捆出了一只猫咪 然后 其他都是他 对 又到龙了 他捆了两次裤鞋 从10分钟之后 差不多就一直都是熙和了 没那样法 这两个人 但他脸上贴得太近了 又来继续在脸上 滚不回 裤鞋逼出了虔诚的这个大招 打了一套 他这样爱琳的话少个大 对 爱琳的话 没有出十字运缘 被猫咪炸还是很疼的 嗯 这边他是出的最暴力的装备 进去拉不开式的 出帽子了吗 两边都打得有来有回的呀 哎 加速了 出帽子了 最后一件 出帽子了 最帮你的输出装 哎 肯到这一波是直接大招想电闪闪 拉开了 扫 扫到了冰城半血 看这波千尘一在旁边上去继续去拨 还有大招 这边酷鞋残权的那边压弹 可以闪前拉开 但捕了一手弹 对面越来越倒了 怎么说 有一个一二技能 但是老夫子这个购物已经刷起来 稍微要等一等稍微等一等 兄弟们拉好阵型 哇酷鞋是把伤害扛满了呀 痘子直接是捕了一手大吸血 这一波不想回去 捕了一手继续赶紧吸 怎么说 旁边有一个 对面的员哥是不在的 看到了人能不能游 跑了跑了这个圈不敢进的 好好好 这个圈进去就危险了 对 九位还有八秒钟复活 看这个龙能不能开得掉 嗯 应该是开不掉的 拉扯的有点久啊 直接开正位置不是特别好 也把抵抗这些做出来了 这个鞋子一做 酷鞋想在电梯里面留人就难了 是 但 时间掌握好 也能继续飞出来 对 冷静 还是双威胁 一个张飞 一个连波 两个都是打大桥的 诶 这边脑部是 继合这边绑了 继合这边没有大 这个大人往后再扔 给了一手一技能 是不是要上去定了 其他二技能 二技能传过去一个 大杂 直接灌伤害 能不能灌死 能不能死 可以老子只死了呀 回来回来看视野 给了个二技能 不打机不打机 滑滑滑rost nice 小袁哥這種英雄的話更多的是戰術意義 並不像大家在電風賽裡面看到的袁哥 你進行操作看著誰就有自己人拉上去秀就完事了 對 但在比賽裡面這樣還是很少會上去硬秀的 因為比賽集火做的太好了 為什麼這麼緊張抖著都懂啊 因為他不會給你單挑啊 可能欣賺這種不太明白為什麼這麼緊張 但可能我們戰隊的老粉絲 他就必然是明白為什麼我們這麼緊張 誒 擊飛有到底啊 這 哇 這個時間卡得真好啊 這一波 誒 沒秒掉 沒秒掉 顱鞋遺憾絕對練過 哇 酷鞋 這大招第三段 時機把握的恰到好處 哇 很好 這波坐電梯回去 總是積分能把人留下來啊 酷鞋 慘燃 這些 對吧 都會 對 這邊九尾奎 對 這邊九尾奎 穩住 穩住 主要是現在風暴龍王的間隔時間太短了 還有九十秒之後又要刷新一條 而且下一條龍王盾更厚 應該要等下一條風暴龍王了 嗯 因為在沒有兵線優勢的情況下 強行去推進也是很難推進的 已經把X 已經把TTG之邊的中上高地全部破了了 對 這已經是大優了 而且下一條龍王刷在了下半圖 都意味著XYG是有遠端線超級兵優勢的 注意看酷鞋這一邊 會不會去找到大條老夫子 酷鞋在轉他的戰役值 沒事就摸摸野摸摸兵線 摸摸龍 龍反正打他也不能掉血 結果要往裡面探了 要小心了 酷鞋發現了兩個人 在找時機差不多 這個位置他們踩出 擊飛 可以扭上來了 酷寶真的是練過呀 你好酷寶 是他自己出去了還是被擊飛出來的 但是因為青青已經回去了 對呀 青青也有抵抗鞋 青青回去了為什麼他沒回去了 他應該是沒有站到圈裡 他只站到圈的邊緣 他們就差一步 但是這就不重要了 是嗎 那應該是給了太多的心理壓力的吧 我覺得對面的輔助已經倒了 講到你這波兩波兵線都運進去了 想一下在往裡面壓 西河頂在前面 好一個大招 踩了一下對面把灰躍給補出來了 可以換出摩甲 一個大招 幾分兩個 往後面的壓 再點可以 對面的手掌已經倒了 到處開始轉 低技能掃插 可以啊 快往往看 他差了一距離標 死了 好 冰箱進來就來傳單 啊 666 最後水晶爆炸 讓我們恭喜 XYG 拿下首局 今天的這場比賽 XYG在交手到廣場TDG大橋陣容的時候 他們打的是有 超三個688大步 我幫我標準 這場比賽的MVP 非常多的可能性 給到酷鞋 對 他的連坡大招的第三段 在下路一次 上路那一次我們暫且不知道 一會兒可以在回放裡面 去多多關注一下 因為輕輕回去了 但是下路那一次和前進的那一次 都是酷鞋的這個連坡 把大橋機器給摧毀了 把大橋上下就有節奏了 是的 這連坡時間 卡得好啊 我的酷 26分09秒 XYG獲得了比賽的勝利 可以看到廣州TDG這把是在藍色方 首搶就搶到了大橋 但是其實在單位上的話 看到很多大橋的配件是已經鑄上了單位 對 就是XYG已經是取得了 這個打大橋 他打對面的大橋已經是取得了一個 神秘湯 哇 神秘湯 而且廣州TG明顯是 看到了上把XYG打大橋的一個陣容 因為上一局XYG打大橋的一個陣容 是選擇了周瑜和蒙田 所以這兩個英雄就被搬掉了 但是這兩個英雄他 也是大橋的配件 發彈幕 對他自己是 也那個上電視發彈幕 結果中的六八八紅包 在搬大橋的配件 就導致這盤 對於廣州TG來講 他四五樓沒有什麼好選的 他自己在搬大橋的配件 小妖怪也在搬大橋的配件 所以這把大橋的配件就非常少了 就這把 就把大橋體系這個 體系的一個上限直接拉低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就是 從這個賽季開始 我們從小妖怪 謝謝給我豆兒加個餐 到打這個廣州TG 他們都會有一場 去打對面的大橋體系 所以他們這個東西 就是整個休賽期 一直在考慮 一直在練的一個東西了 對 因為我們之前就聊過大橋體系 很多隊伍的一個吃分體系 就我感覺現在 就所有的隊伍 最主要研究的 就是這個大橋體系 它的強度究竟在哪裡 還有對面選擇 如何去攻破它 沒錯 我們看一下這個陣子曲 大橋為什麼這麼關注XYG 啊 果然是 XYG酷鞋 拿到了優勢之後 確實有幾波掉點 這個照片把它搞到 拍了一點變形 照我的印象中 酷鞋不長這個樣子 正常來講 如果這把XYG 它沒有這麼大失誤的話 這把會推得很快 這張照片把酷鞋 拍了有點小奇怪 這個 他配合一個塔推行 那個時間點原歌 他是不足以去守塔了 現意看完這張照片 今天到底不知道 酷鞋長什麼樣子 去騷襪看看 好吧 酷鞋笑起來 跟西河是一樣的 很可 就可能會跟你 你手塔你就塔面 這個 酷鞋就是賽季 賽前亨將也一直在誇酷鞋 說到酷鞋這個賽季的一個表現 跟上個賽季相比 真的存在感變成了很多 存在感太強了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可怕 謝謝余地 謝謝今天做勞 激飛 這是激飛的呀 都踩到裡面 是真的激飛了 是吧 酷鞋長這樣 兄弟們 對 確實是這樣子嘛 這也是電子競技的魅力所在 對 這一局看到 就像剛剛摳哥說到的那樣 其實這一局 結束的是 酷鞋笑起來是這樣的 是的 你可以把那個表情發出來 嗯 你可以把那個表情發出來 嗯 你可以把那個表情發出來 所以他在一個 酷鞋跟席盒嚇起來都是這樣的 從笨浪彌補大小的打一個時間差 然後進行一個快速轉線 大家一起抱團的一個節奏會打得更快 但是張飛這一把的話 他是在14分鐘的時候出出來的笨浪 所以我覺得 我更能理解的話 他的節奏 至少拖慢了兩三分鐘 對 是這個表情 對 對 他們一直以來 感覺存在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整個團戰的進攻性 這個組組 終結比賽是比較拖沓的 掉點了 就還是那個問題 穩定性 穩定性是很關鍵的一點 尤其在S組 就你哪怕這把 我個人覺得 風軍在戰術上已經是 做得很好了 這個也是 還是要回到 這個是他們賽季初球 開始做的一件事情 這是他們整個賽 教練組組 都在做一個事情 但是還是 隊員還是要加強一個局內的一個穩定性 因為 你看到了 就像前面 大家可能都有一個假期綜合症 但是昨天我們也看到了 狼的這個假期綜合症 是不是有bug 不是啊 那個 那個法陣 你得站在地面才能傳回去 如果你在空中是傳不回去了 所以說 連坡的那個雞飛 如果時間點拿捏得比較好的話 它是可以做到讓你踩不進去的 懂吧 這不是bug 全都是一個老夫子主導的 這個就在於你對 二技能還有大招的時間把控了 但是 顧鞋這把是做到了 基本上 他只要用大 就能把別人擊飛到 踩不到二技能的圈裡面 所以說 董個人會覺得 這真的是得靠練的 好吧 這平時沒少下功夫 但是我感覺 這應該是開這個訓練 讓一個隊友配合他 不停地練 不停地踩 去找到那個時間點 好吧 所以說 你懂個人應該會比較驚嘆 這個操作 還是時間拿捏得非常好 對 這一局的話也是 時隔304天 久尾再次拿出原歌中單 關鍵是視野搶出來 看到放圈的還有沒有時間點 是的 如果看不到圈的時間點 也是踩不上去 那為什麼呂布跳大在天上可以回去 那呂布的機制不一樣吧 然後說怎麼去調整了 稍微消息 稍微消息 稍微回來了 嗯